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 My Radio 108C又開了 星期日中午12點至9點 記得來尖東南洋中心 UG樓9至11號鋪 今次普羅亦都有產品在108C發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去尖東南洋中心 UG樓9至11號鋪 凡購買普羅產品 我們都會有份小禮物送給大家 這個星期日記得來 歡迎大家收看答人在線第二部分 上一部分講過我將會做些什麼 其實只是提一下 你說會不會真的又是 好像之前那樣說了 這麼久都未做到 其實真的很多意外 有時候身邊有很多人 可能你會聽到他不停地說 不停地說 但都未到 是真的會有很多意外 但是 現在我都 約都簽了 部份的錢也收到了 我也是有很多人 已經上班 都應該十拿九穩 這樣才說 因為我正常來的未行 我都不打算說 現在講什麼呢 講一些人生觀不同的事情 其實現在 現在 之前有一段時間 我三隻狗 不是陪著我 然後有一段時間 只顧著做事 因為做事那裡 要分身 而沒有特別去關注我的狗 最近就是這幾個星期 我接回我的花 那 有些不同的感覺 因為曾經以為 會失去一花 但我最近見到他的時候 我都會想他還認不認得我呢 其實開頭他的反應不大 慢慢開始好像才認得 那我就覺得 現在他的狀態 已經是認得我 認識我 知道我什麼時候 那我阿花十二歲 但是孤獨來計 通常十四五歲 已經是真的可能埋單 他現在十二歲是很高齡 我想等於六七十歲 但是很慶幸 他的身體狀況是OK的 即是沒有說 很多病痛 要去看醫生 但這次我看不到他 我有一點點感觸 以前是他最活潑 最精靈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很清楚 這樣跟他有一個交流 我不知道什麼叫交流 我真的看著他 他眼睛看著我 可能這個靜靜的 這個動作已經叫交流 但我是 沒有好好地 去享受這個交流 在他還在生存的時間 那我今次見他 我首先 我會由頭到尾 去摸勻他 原來有點凹凹 眼睛又有白色 是不是白內障 一直都有點擔心 一直都有點擔心 直到他的頸子 發現到有一個流膿的位置 或是血水的位置 我也很緊張 我經常在想 但他會不會十二歲 他便會死 突然這樣 瘡瘡瘡瘡瘡 我都會很擔心這些 我是有些蛇 因為我自己 好像我自己的腰一樣 最近有些壓力瘡 其中有一個 不知道我是沒有擠他 還是沒有什麼 他含龍大了 他的頭已經是結了招 即是擠不到東西 但他裡面是腫了 你按下去是超痛 我現在的環境是錯又痛 但其實我是知道 是要忍痛 擠出來才沒事 不斷吃牛王解讀片 不斷買消炎藥 其實我還是忍住 我受不了 我要想一想 怎樣去忍一忍他 還是吃消炎藥會化掉 我不知道 先研究一下 如果這件事出現在我女身上 我就會很緊張 超緊張 直到我真的看她看身 醫生說她老了 這些都是老化 眼睛也不是白內障 看到東西 是老化而已 我就會很放心 但同時醫生也有說 她說她真的老了 我就已經知道 其實是最後的倒數 已經是最後的倒數 所以其實現在 我每一天 基本上每一天 我儘量有多餘的力氣 的情況之下 我都會和她開車出去 一些 以前我們 也有剛剛養她的時候 去過一些開心的地方 例如尖東開胖 我想大家很多朋友都沒有試過 去尖東開胖放狗 除了一條繩子 去跑 其實那裡真的很棒 任你跑 當然要在閒日 你那些紅衣一定多 人又危險 可以介紹幾個地方 給你們 可以去尖東開胖 行日 其實有很多位置 當然會有些安排 有一類型的安排 是會叫你抱起她的 那你就照樣抱 她走了就又放過 有一類型的安排 完全不理你 所以其實活動範圍都很自由 另外一個地方就叫做紅磡碼頭 紅磡碼頭就是 現在因為有巴士站封了 所以變成海皮那邊 全部都鎖了 即是沒有車會進去 也是一個很放舊的地方 你說那裡會不會有安排 有的 不過她要在碼頭那邊沒有 但要進去海濱長廊那邊 即是有個界線 那裡就真的有人會叫你撿起 那些狗 但這些都撿生 走了 他們又放下 打一份工作 別人就說她 那情況呢 還有哪裏呢 還有西九龍 西九龍 又是很美的 那個景 又任她走 還有其他狗狗在那裏 她放醒 另外 假日就去彭覆 數碼講彭覆 這些無酒雞 那她的地方放她 你其實看她自己的自由活動 心情都很舒暢 我覺得她人生最開心 不是 她狗的一生最開心 就是跑 閒 對吧 那 和你的交流 其實可能你玩就已經收買到她 最緊要她開心 當然多給她一些充足的休息 兩天左右 可以一次 定期下街走個圈 那些都會 那些充足充足的 那我 就是 多了去珍惜她那件事 多了一些眼神的交流 和告告 因為當你打算她 這個人 還有一兩年 她就 這個是真的 不能解決的問題 是一定會死的 你不能說 現在做些什麼 她不會死 現階段只能做一些 珍惜的動作 那 人其實也是一樣 不過人可能會看得遠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 遇到你 就明天死 不會的 但是她的狗 這個位置 都知道 這個傷痛一定會來 有些人就很消極 就避開這個傷痛 可能知道她老了 就不是故意理她 她對她死 都會簡單些 但是對我來說 不是 我可能會再令自己無憾些 再放多些心思 下去 這隻狗那裡 這個第一個 實質一點的人生觀 是改變了 真的可能我現在 可能下班 真的沒有事做 除非我自己 有些負能量 不想帶回她家 否則 如果我自己是 自己都放得低的時候 我就會馬上回去 就 用最快的速度 跟隻狗去見面 去玩 這個是我的人生 有些改變 以前都不會 現在都會想經營 一些好一點的事段 去放多些時間 下去經營 也都放自己 給自己一個喘息的空間 就是給自己一個喘息的空間 就是 顧問論 就這樣 在街上走 周圍看東西 抱不抱狗 也好 都是一個對自己喘息的空間 以前我不行 以前我瘋狂要做事 瘋狂要做事 瘋狂要做事 下一節回來 然後再說其他 number 對嗎 好